香港经济正在扶偿之中 各方面的发展并不平衡 就房地产价格和市场交易的情况 最近金融管理局宣布放宽房地产按揭比例上限 目的在于减轻置业人士买房的首付和保险费的负担 同时让他们有较多的选择 与此同时 楼价过去二十个月从高峰回落了百分之差不多百分之十六 但今年三四月出现反弹向上的小阳村 故此 要求政府撤销限购辣招的呼声越来越高调 但政府就认为房地产的供应量仍然偏低 财政司司长说 目前无意调整所谓辣招政策 房地产作为香港本地经济的函数表 尤其敏感引人关注 什么时候应该撤销辣招 什么时候内地买家会恢复入市 市场上老有批价激让的情况出现 又怎么看 怎么样的楼市走向 才算是真正健康的稳定楼价呢 我们来一一分析解码 香港有一半的人口是拥有房产业主身份的 有能力的人买了房子当业主 加上工商界无论什么行业 都不同程度投资房产 形成了银行普遍以数砖头来衡量资产的生态 故事楼价高低起弱 直接标志着人们的财产增减和经济状况 常说安居乐业 安居是住房 乐业就是资产 买房成为了香港经济的大件事 特区政府对于房地产楼市的基本政策 是四个字 稳定楼价 不是固定 也不是锁定 而是在不同的情况下 在波动中保持稳定 既不能让楼市滑坡 让好多人资产贬值 也要防止楼价疯狂飙升 与实际的购买力脱钩 综合考虑供求关系 看供应量 从而达到稳定楼价 最稳定的 不过于能够抵消通胀就是了 地产中介老大哥施永青 说说看 政府怎么样把楼价拿捏得实施的 我认为这次放宽银行 实在好盈都一样 因为它不是民生的考虑 它是金融安全的考虑 就是它觉得 如果楼价出现比较大的波动的话 对金融市场都会带来冲击 所以它外国就加税 又引导香港也要加税 供楼的成本增加 买楼是困难了 所以它就引导银行 这个时候松开一点 但是松开这一次 如果情况继续恶劣的话 它可能被逼松多一张 因为它目的现在是 要金融安全 最近市场上 有时都会出现一些消息 一些大丢丁 都会对后市的评估有点影响 有点影响 它觉得市是需要安稳一下它的时候 它又要出招 其中一招可能是局部撤纳 最近在楼价低落的情况下 香港商界呼吁政府撤销印花税蜡招 所谓的蜡招指的是 从2010年起 非香港永久性居民 或者注册公司买楼 需要支付成交价 最高30%的买家印花税 BSD还有包括原来有的重价印花税 这显然是针对境外买家而定的 而从2011年起 包括香港居民 购入住宅单位6个月内 6个月到1年内 1年到3年内出售 要分别支付特别印花税SSD 分别是成交价的20% 15%或者10% 政府最近宣布放宽按揭上线 意味着政府不愿意看到楼价持续低落 希望鼓励大家买楼 但同时又公开表明 不打算撤销那招 动机又显然是担心因此引动楼价飙升 并且在政治上给人以向地产商界低头让路的观感 两者看来有点矛盾 本来那招是当年为了遏制炒风的权宜之机 结果实行了十多年 而目前楼价已经低下 更没有什么人炒卖了 现在既不趁机撤销那招 却又宣布放宽按揭上线 究竟意图何在 孙永青有这样的分析 你看看现在它放宽了按揭 楼价又没有标到 就是楼价不标了 还有可能跌才会放 你猜它真的是完全不了解市场 政府的措施叫逆周期措施 什么叫逆周期措施呢 市场太刺烈了 它就要冷却一下 要拨打它 市差了 它要扶一下它 现在市好还是市差 现在市差 所以它要扶一下它 这段时间就会切了那些 拨它的压它的就会切 扶它的就会多些出来 而汤文亮对政府 是否打算撤销那招 有它独到的看法 据说内地买家 什么时候会恢复入市 在目前服藏初期 市头还要看下半年 尤其是看暑假 香港就是我自己这么看 因为服藏的时候 刚刚过年的时候 到之后都没有什么大假期 为什么呢 最近就书假开始了 书假开始就整个香港形势 有点不同 因为我很多国内朋友都会来香港 或者打算书假来香港 亦都要看房子 亦都要吃 还有就是有些人就会来香港读书 或者有些人在旅行 暑假它们会长时间 例如两个月暑假会 但一个月甚至多个月 去香港 所以大家这个服不服偿呢 我觉得大家过了这个暑假 暑假就会看得到一些 清楚一点 看得到好 那么楼价就不可否认下跌了 但是今年虽然还复长 但是现在比起去年年底 都升了5-6% 其实我们来到半撤辣的了 半撤辣的意思是 你如果用专材利 可以退回辣椒税 30% 因为辣椒的意思就是 在内地人买房子会给30%税 但是有很多内地人 都可能可以做到7年 或者短过7年取回 实际严格来说是只剩下辣椒 就是只剩下买第二个 我来到5人的30% 但我来到3% 如果你与优财可以取回 再就是香港人买第二个单位 要给15%税 我认为内地买房子的人 跟我们有点不同 内地买房子 如果来到香港买房子 通常都会被晒签 就是大致上被晒签 就是赢钢 就是很少问银行 就知问银行 就是白了很少 不过施永信的认为 对下半年香港房地产出现牛市 不容乐观 甚至在下半年楼市 还有下调的空间 放宽 按揭上线 是为本地人稍稍松绑 对于内地买家撤销那招 不一定有极大的吸引力 原因很多 对于香港的楼来说 对内地买家都还是很吸引 很吸引 因为香港是一国两制 在行资本主义制度 资本主义制度的特色 就是保护私有产权 在产权保障上 香港是做得好一点的 另外 你买了香港楼 你转让 脱手 我们的市场相对互约 亦是容易一点的 另外 转让过程中 我们有好的法治制度 有律师帮你监管 交易的安全性亦大 所以在内地的人 如果有条件的话 他都想将一部分的资产 放在香港 所以香港的物业 怎么不错 就有一股力量在内地 是托着它 除了政策影响以外 楼下更重要地要看供应量 目前香港楼房建造供应量足够吗 与此同时 香港人目前的住房策略 悄悄地有点改变 我们又知道吗 我们回头再谈 说到目前香港房地产落成供应量 究竟是紧张还是宽松呢 我们看看数字 根据资料显示 私人住在楼宇 未来五年 年均落成单位 数量大概是一万九千个 由于过去地皮的准备不足 所以到了五年以后的另外一个五年 年均量落成的可能不到一万四千个了 到时候会相对更紧张 大家都明白 基于供求关系 供应量宽裕是平移楼价的最好办法 那么目前要稳定楼价的角度来看 现在的供应量是紧张 是够还是不够还是宽裕呢 楼价偏低 那招又是不是时候开始应该撤销呢 施永青有他的一套分析看法 如果从民生的角度 政府是想楼价下调的 因为本来令楼价下调 最好的方法就是增加供应 但它无法增加供应的时候 然后它就采取一招叫做管控的需求 让那些需求没有那么容易表现出来 那就压抑需求 它之前做的基本上是压抑需求的功夫 这些它仍然是坚持在做的 所以它放宽了银行按揭之后 都叫我们不要上错你的心 以为我快来又会切勒 没有这种事 就是送完之后又靠你回头 是 要保持 所以政府是要给社会一个感觉 它是很关注民生问题 关注劏房问题 关注公屋轮后问题 这个姿态它就一直要 很清晰地展现出来 但另一方面 因为金融很受楼价影响 比如金融海啸都是美国次案危机 都是楼价造成的 比如亚洲金融风暴 香港九七都是楼价跌下来 造成通缩那些 所以楼价的起落 不只是民生那么简单 也都牽涉到金融问题 等于内地而已 就是楼价一出问题 经济都被它拖累的 这个变成是经济的寒需表 一定要关注和稳住的 说到香港人租房投资的策略 有点改变 所谓为何的 地产中介行业最清楚不过了 就是供楼不入租楼的观念 正在冒起 客观上形成了租金上涨的局面 变成了香港人理财策略的 一个新趋势 起码在目前一段时间是这样 施永青 汤文亮都认同这一点 香港的经济主力 就不是正靠旅游和零售 更加就是依靠金融专业服务 进出口贸易 物流那些 四大支柱 偏偏那些主力部队 这段时间不算很有力 例如金融IPO其实少了很多 外来的资金就少了 另外中国的进出口也下降了 比较一亿资金就少了 那你主力那部分不够力 但是靠旅游和零售是不足以支持的楼市 而再急剧上升 在这样的情况下 有一部分用家都采取观望态度 他不是没有需要 他是有需要住 也有能力去住 不过他现在选择了租 选择租 政府那些放宽按揭乘数都没用 我买房子 放宽按揭乘数对我有用 我租房子 就是帮不了他们 因为你租就租两年 有时还一年三年死 其实灵活性高 一旦买了 你又跟银行借钱 又签屋契给印花税 你就不容易改变 当你对前景不算 看得这么通的时候 你可能会租住先 看看情况 大家紧慎一点 所以紧慎了 多人租了 租金就上升了 因为现在没什么租盘供应 有了辣椒之后 就没什么人买房子 因为他买房子都是自住的 投资者 投机者 买房子出租 都被视为要打击的行为 要惩罚你 要你交很多印花税 现在租金上升 租金升得很急 租金升得很急 因为通常没有人买房子收租 因为你买第二个单位 你会给15个税 15个税 没有人买房子收租 现在租 租的税税增加了 今年已经升了十几十个百分比 暑假是更加多 因为暑假有很多国内人 来香港读书的了 那么究竟目前香港的楼市状况 是正常还是异常呢 具体而言 除了上面我们提到过的 楼价经过二十多个月的回落 有了短暂的小阳村 那么目前的交易数量如何呢 如果市场活动正常 楼价也没有大起大落 那为什么出现那么多的 这个引主盘和批价盘呢 先听听汤文亮的分析 有4万个物业代理 没有那么多成交 变得他们很心急 要么就吹到楼市会升得很快 要么就坐价了 但是交易量严格来说是偏低的 因为大家都不会卖楼 没错 没动机 没动机 没有促销 真的等钱花 或者被银行追溯 有些人是这样的 有些人 实际现在香港人 香港人 都控制住住住住住住住 的决心也很大 如果你听 Kaixler说 看报纸 дx有什么差cción 现在很多人煮억了 没有过 03年最多 owa两个人 还是 ensuite不敢算算吧 有10万只 现在的一个 100款都没有 不過你就被人拿來誇大了 出了報紙 實際上沒有銀主盤 以往常常都說銀主盤 很多 就算現在你都看不到報紙 說有銀主盤 劈價錢就沒有 為什麼呢 大家都不會給銀主去收紙的物業 實際上物業是一個資產力 而且大家普遍香港人 除非我說我移民走 出去出去 否則的話我自己的物業 都是很有決心去收紙 我走 湯文亮的說法 似乎是針對了地產中介的促銷策略 他認為銀主盤和劈價盤被誇大了 並不能反映市場的真正全貌 那麼作為地產中介老大哥的試用心 他又怎麼看這個事情呢 現在銀主盤和劈價盤 跟過去相比是多了還是少了呢 其實你賣樓出來 當然有些人賺 有些人蝕 不是個個眼光那麼好 有時候會買錯的 現在來說 那些人只是說有多少個百分比蝕了 但是如果你看清楚一點 是賺錢的人遠遠多於蝕本的人 這四五年買日那些就會有機會蝕 但是很多人是以前買下的 所以現在樓價從在歷史高位 回落了都是十多個百分比蝕 所以都是賺錢的人多 我自己覺得地產界去呼籲政府切辣 切辣椒 那些人就會覺得你是個人利益的需要 但是辣椒始終產生了一些後遺症 例如剛才我說沒有人買樓收租 這個對社會不健康 你要讓別人選擇 究竟租樓還是買樓 每個人都不買樓收租 想找租的人便找不到租 這不是一個好現象 另外現在是賣出了之後 很難保得回 例如你以前買下的樓 那時候不用給那麼多印花費 說到底 政府穩定樓價的基本樓市政策 是為了平衡社會上 不同購買力的階層的利益 盡量提供大家實現上樓置業的平等機會 也照顧不同財力的人 他們置業置富的願望 從而達到安居平穩 富足繁榮的社會生態 當然人人有機會 不等於人人都能圓夢 往往會出現這麼的狀況 無論是股市還是樓市 投資市場向上 帶動經濟暢旺 消費火爆 市面上熱鬧繁華 百頁興盛 人人有公開 加工資有希望 老闆和勞工都開懷 網上看到一個專家說 社會的分配 是不是這樣的呢 是一個三角形結構 就是說市場的主導者 首先拿得多 拿得快 分配得快 然後才輪到處理基層的民生問題 顯然他說的是資本主義 一定要讓孫有部份 這個也是 這個也不如 也用三角來講 三角形 三角形就是 當你買第一層樓 就是第一層樓 三角形 當你買第一層樓 借貸比率比較高 比如10 你可以有9 但是越多樓 如果你有10層樓 你可能沒有錢借的了 借不得借一成 那你拉雲 你就很安全 因為 你都是一個三角 我覺得你一定要讓一部份人先賄 還有國家政策都證明到這個 因為你讓一部份人先賄 讓一部份人有樓 讓一部份人有樓的人發達 那些人才會追案 但是施永信就認為 儘管樓市的確帶動了香港經濟 但要做到 其中絕不簡單 一個政府要處理好樓價問題 要面對的絕對是很複雜 繁多的方方面面 絕對不容易 而且不成功的還居多 政府不能光是顧及到財富的增長 同時也要處理民生問題 起碼要讓市民感覺到 政府關注民生問題 影響樓市最主要的因素 一個就是政局的穩定 因為它是不動產 如果地緣政治很緊張 就來打仗 那樓價當然不能升 沒錯沒錯 另外經濟是否持續向好 生產力上升 人均收入增加 負擔樓價的能力就上升 另外很重要的是人口增長 結婚的人多不多 有人才有住屋的需要 現在香港人口正在萎縮 經濟發展有一定的隱憂 有壓力 有壓力 在這些因素上 你不可以期望出現大牛市 那招並非壞事 樓價四高四低 也沒有絕對標準 但都要顧及到全社會的最大公約數 因為樓價一高一低 直接牽涉到整體社會的經濟和民生 不光是解決住房問題那麼簡單 那麼怎麼樣觀察分析樓市最準確呢 與其說拿著對市場的分析 去推敲政府的動態和決策 不如倒過來 我們拿著政府的舉措和決策 去引證樓市的變化和走向 可能更好 這是我聽了專家們的意見以後的感悟 如果無論任何的局面之下 政府都能夠長期保持穩定樓價 可以說是一國兩制下 特區政府良政善知的一種境界 毛罩跑 舞罩跳 故罩吵 我認為多價一句吧 就是防罩買 researcher 申請 勞 時間 音樂 普保持 見